這就是我夢的工作 我當我獲得很羨慕 我仍然很羨慕 臉書母公司Meta承受不了 元宇宙太燒錢 宣佈裁員1.1萬人 相當於13%的員工 我曾經經過18年 組客伯坦言 對前景太過樂觀 讓上萬人飯碗不保 其實美國科技業 6月開始就因為通膨 經濟前景惡化大吹裁員風 包括特斯拉 微軟 Netflix 早就遣散部分員工 亞馬遜和蘋果 則宣布人事凍結 社群聚播推特在馬斯克 砸下440億美元接手後 更是直接大砍50%的員工 還預告不排除明年推特 就會破產 引領十年股市牛市的科技業 今年迎接最冷的寒冬 好消息是最新美國10月CPI出爐 年增率為7.7% 低於市場預期 通膨終於出現 緩解跡象 我們有明確的CPI 在預期下降 在控制通膨與防止經濟衰退間 得小心拿捏 大家新聞 黃靖庭編譯 按摩